记者罗新珍屏东报道,屏东县高树乡农民张希仁原从事皮剑饰品业务,后开设有一场,十年前因长辈健康因素,他决定离开灯红酒绿的生活,回到家乡接下玉兰花事业,并承租玉兰花农田,目前共种约二公顷多。 张希仁说,最近一批是两年前刚种的新苗,花长得特别多,为照顾这片玉兰花田,它适用有机肥,不喷除草剂,玉兰花树是强壮,香气特别浓郁。 玉兰花喜欢高温环境,少病虫害,只要适当肥培管理,就能生长良好,平冬气候及土壤适合种植,玉兰花树高可达六公尺,为方便采花,常进行矮花处理。 张希仁说,玉兰花一年四季都会开花,利用傍晚采花,夏季开花快,从晚间六点傍到九点,一天可采收五十至六十斤,采回来的玉兰花先分级后冷藏保鲜,行口商会来购买,目前价格每排近六十元左右。 采玉兰花不能开了采采,含苞带放是最佳采收期,因为是晚上采收,所以要带头灯,错过采收期,隔天会闻到满树花开的清香,但已失去商品价值,反乡务农的张希仁曾经叛逆而差点误入歧途,如今每天在玉兰花田巡视,大部分时间忙于割草。 他说,采草生栽培,走在地面有弹性,表示土壤是活的,家已失用有机肥,植物吸收快,花朵特别大,而香气更浓郁。 务农还能兼顾家庭,收入比以前的职业好,他认为应该早一点回来种田。